我们是保留局房华杰纪念幼稚园的老师 我是林老师 我是曾老师 其实我们学校一直都有举办很多不同的活动 希望和我们的学生宣量中华文化 而我们希望透过一个本乐的演出 也让我们的学生可以认识更多不同的中国传统乐器 至于我们选择唐鼓 唐鼓是一种有气势的乐器 对于幼稚园的小朋友来说是比较容易掌握的 唐鼓都有很多不同的技巧和不同的打法 表演讲老师在天台上可以有很灵活的变化 和出来的效果都是比较科学 我们是环女一 过程里面都辛苦的 因为由零开始 他们又听过首歌 接着我们要听首歌 要打熟个拍子 然后跟着音乐 去打一个不同的节拍的动作 但我觉得辛苦也好 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最后也可以成功做一碟 对呀 水直这只首歌 我们因为通常虎乐出现的时候都是一些喜庆的日子 在中国传统上 例如可能是努力新年 我们都希望透过我们的唐鼓演出 可以和大众一起庆祝 回归这个大日子 也可以向大众输入这个中国文化 还有让大家对中国乐器有更加分别的理解 和欣赏 1 2 3 4 我希望他们可以先认识我多一点的中华文打 可以学习到经历多一的精神 因为整首歌是很长的时间来的 由头打到尾 小朋友都说很累的中间的过程 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 可以列入到他们的耐性 其实老师在过程中都会觉得小朋友一次给一次进步 而且见到他们很多时候有一些应变能力 例如可能打到下跌了部分怎么办 其实他们都表现得很好 也有很多的学习在整个练乏的过程里面 所以我们都希望和小朋友说 老师都会很期待你们的职彩演出 加油 而我每次打破我都很感动 因为我只是一个练习的老师 因为我开始和他们一起去打 一起去乐场做指挥 到现在我可以完全脱离他们 他们可以自己掃拍子 自己听着音乐去做 整个过程真的进步了很多很多 我真的很感动 那你们一定要加油努力 你们做得到的 加油